我偷懒沿用了Evair的设计语言 但我不打算道歉 这是路特斯设计总监Russio卡的原话 2019年路特斯品牌复兴后的首款纯电Hypercar Evair发布的时候 我就听闻路特斯会在未来推出一款 售价在百万以内的小跑车 而且看起来会很像Evair 两年后我们迎来了路特斯品牌的 最后一款纯燃油跑车 Emirror 今天在广州车展现场 这台路特斯Emirror First Edition 发布了它的售价85万8 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个售价这个配置 你们可以理解为 FE它其实就是一个Emirror的满配版本 而且这次比较好的是 中国市场的车主们 能够赶上全球首发的阵容 差不多在明年的第三季度 可以提到你们的Emirror First Edition 但其实这辆车呢 差不多在半个月之前 我就在一个神秘的地方 已经替你们摸过它了 而且拍了节目 想不想了解一下 走 跟我去宁波国际赛车场 没记错的话呢 上一次路特斯发布纯燃油跑车 还是在2008年的英国车展 而身边这台Emirror 13年后它作为路特斯品牌 最后一台纯燃油跑车出现 在它身上自然会集成了路特斯的经典元素 但作为一台新世代的都市跑车 也一定会被注入新鲜的血液 首先我们来讲Emirror身上的路特斯经典元素 和众多的路特斯跑车一样 Emirror也是中至后驱的布局 那么这是跑车或者超跑最经典的布局方式 它的优势比如说有更好的转向特性 有更好的车身配重 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中置和后置的跑车 它们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 都试图把发动机尽可能的往中间靠 所以说中置的优势不必多说了吧 而至于后轮驱动 更不必多说了吧 Emirror保留了铝制的单体盒设计 但是为了权衡轻量化和车身刚性 还加入了复合材料 我看到一组数据来自于海外媒体 说Emirror单体盒增重了2.5% 但刚性却提升了31% 现在的跑车性能越来越强 弯道的极限也越来越高 所以车身刚性的提升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那么还有哪些经典元素呢 比如说双XB的悬挂 比如说液压的转向 所以这辆车在弯道中有更敏锐的动态 在转向的部分也有更直接的反馈 作为爱驾驶的各位 有人会拒绝这两样东西吗 不会吧 在这个部分呢 比较熟悉的是这个黄色的 来自AP Rezin的刹车套装 前大四火塞 后小四火塞 前面是370毫米的盘 后面是350毫米的盘 通风打孔 避震器 熟悉的被司灯的套装 轮胎呢 除了固体一之外 还有我们熟悉的 米其林的Pilot Sport Cup 2 所以EMIRA的骨子里 依旧是纯正的路特斯 这些都保证了它 作为一台操控型跑车的基本素质 不过EMIRA发布的时候 最令车名欢呼的 似乎并不完全是这些 而是一股新鲜血液的注入 那就是来自于AMG的动力总成 地表最强的四缸机系列 M139 以及同样来自AMG的 八速双离合变动箱 在这台First Edition版本上面 调教出了400马力 489米的数据 零一破败时间 低于4.3秒 急速290公里秒时 我相信会有EMIRA的车主会想 为什么这动力调的还没有一台AMG的钢炮高 我觉得 只是我觉得 路特斯未来会调教出一款更暴力的版本 来证明他们的调教实力 同时他们也会推出一台更基础的版本 来告诉大家 其实并不是所有人在代步的时候 都要用400马力 2018年在古德伍德和当时的路特斯大佬 有一个简短的交流 当他被问到在加入吉利集团之后 未来会用什么样的发动机来做全新的跑车 他给我的答案让我一直记到现在 他说 无论用哪款发动机 路特斯的工程师都能够把它调教出传奇的色彩 而现在这台AMG M139发动机 它本身就会是一个传奇 所以很期待在Immura身上路特斯的工程师会赋予他什么样的动态表现 回看历史和德国大厂合作制造量产跑车 看起来总是一件非常靠谱的事情 比如兰博基尼和奥迪 乌尔肯既有品质又有性能 比如丰田和宝马 Supra既有情怀又有操控 再比如阿斯顿马丁和AMG Vantage既有个性又能刷圈 如今路特斯和AMG强强联手 对于Immura来说 在性能品质和车迷好感度上 都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最后呢 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都市跑车这个点上 在过去 一台纯正的路特斯意味着惨不忍睹的内饰 和根本不存在的豪华感 但是在Immura身上 它似乎并不是这么想的 如果挡住这个logo 你还会觉得这是一台路特斯吗 12.3英寸的全夜镜仪表 10.25英寸的触控式中控大屏 支持Apple CarPlay 后视镜支持电条 加热和记忆 或许你会说这也叫豪华配置 但是放在路特斯身上 这总感觉像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那还有什么呢 比如12项可调的 支持加热和记忆的运动型座椅 触控式的多功能翻样盘 KEF的音响 以及包含了定速巡航在内的 AdOS驾驶辅助系统 这个非常有仪式感的点火按钮 让你想起了谁 兰博基尼 打开这个红色的盖子 然后准备哦 3 2 1 开开玩笑 这辆车今天不能点火 所以给未来留一点期待吧 你们期待这台AMG的2.0T发动机 在EMURA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渗浪呢 同时呢在这台EMURA上面 它还有一个叫做 DPM路特斯动态性能管理系统 也就是驾驶模式 在这台First Edition上面给的最完整 分为巡航模式 运动模式 赛道模式 以及一个可以把所有电控系统全部关掉的特别模式 同时还有人见人爱的弹射起步模式 另外呢这台车的ESA的调校也会在这个First Edition版本上面给到最优解 所以听一下最全面最优解 官方似乎在暗示一件事情 未来还会有其他版本的EMURA 所以呢这台EMURA它既保留了路特斯经典的元素 同时呢又有AMG的加持 最后还有更先进的车机系统 所以路特斯的欲望已经表达的非常清晰了 它既要吸引那些硬核的驾驶爱好者 同时它也希望那些单纯只想买一台炫酷的都市跑车的年轻人们 对于我来说呢 静台摸车总是不过瘾的 预计等过了冬天 我就可以在赛道上深度体验EMURA了 到时候我们再把故事给续上